字幕 李宗盛 你幹嘛? 今天幹嘛?想我們開心? 沒有啊,跟你說 我幫你準備了一個非常棒的生日禮物 真的嗎? 嗯 可是你不要買太貴的 又沒有關係,下月就一年一次啊 不要緊,可是這樣 嗯 等一下,等一下 我好像不能帶錢包耶 鑰匙 謝謝 謝謝 喂 你幹嘛用看我手機? 不是啦,我不是故意的啊 看就看了,你有什麼不是故意的 對不起啊,我知道錯了 你原諒我好不好 小苗,你不要這樣子嘛 小苗 難道你跟那劉藝人真的有什麼嗎 對 我就是跟他有什麼 這樣你高興了嗎 我們在一起都這麼久了 你每天都還要一神一鬼的 你乾脆去跟別人在一起算 看 為什麼我每次生氣的時候 都要說那麼過分的起話啊 到底怎麼辦 嗨,我來拿我訂個蛋糕 欸,Johnny耶 誰是Johnny啊 就是我之前跟你說那個廣播節目主持人啊 你該不會一個蛋糕就想打發我吧 要給我生日禮物 不管 你誘窮很多欸 欸,我們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你都會精心挑選我的生日禮物欸 你現在很敷衍 我敷衍? 我沒有一年忘記你生日的喔 你一句感情都沒有,你現在講我敷衍 來 幹嘛 這樣是什麼 這樣幹嘛 好啦 安好收到了 我們去買他的生日禮物 抱緊一點,抱緊,抱緊 好,拜拜 來 三 二 一 登 這是我親朋友特地幫我留的喔 謝謝 對了 他就是我朋友 劉藝人 嗨 這是你喔 對不起喔 你這麼用心的幫我準備禮物 我還誤會你 真的對不起 其實我亂發脾氣 才要跟你說抱歉 從今天開始 我們來啟動和平暗號吧 和平暗號 嗯 以後呢,如果我說我是大貓 就表示我還在氣球上 那我們就各自軟靜 等氣球再說,好嗎 就你想得出來啊 走吧 再怎麼樣了解 相愛的感覺 相愛的感覺 難免都會有真情 這個時候創意跟幽默感受相當重要 在緊要的關頭 幽默的態度不僅能夠畫起紛爭 有的時候還可以帶來一點新的樂趣 至於方法 就請大家發揮創意吧 好 蛋糕回來囉 你燈怎麼只有煮一半啊 對不起啊 因為那個燈實在太重 你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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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真的很笨耶 你真的很好笑耶 和平暗號不是應該是我說的嗎 我等不及了嘛 我超級怕你又發火的 所以 只好先切群星了嗎 喵 喵 哪有那樣啊 我是喵 有點發抖耶 嗯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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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